你男朋友平时对你怎么样 他对我爸还挺好的 然后也挺会照顾人的 然后我不开心吧 就一点不开心他都能看出来 就是爸就天天看着我 就是跟他在一起吧 就什么事情都跟他汇报 手机里边一个男的还不能有 然后左方我聊点结论 然后就是我觉得他特别小心眼 那你今天来主要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我觉得爸 他要是一直这样下去 就一点自由都没有 我觉得一直这样下去 就早晚会被他逼风的 一场恋爱快把自己谈疯了 那是什么样的爱情呢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鱼22岁来自辽宁厨师 女嘉宾小曹25岁来自吉林导购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男朋友 男朋友好 对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上班的时候认识的 在回家上班的 你在 服装店 你在服装店 去那儿吃饭认识他 还是他去那儿买服装 我在那儿卖服装 然后他去我店里买衣服 然后俩才认识的 谁追的谁呢 我最低头 当时我就是去到店里买衣服 买衣服那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这小屋呢 那挺好的 我就加微信 没啥事呢 我就聊聊天呗 过了时间以后呢 我就跟他愣说 我说没啥事 你下面出来一起溜溜溜 一起吃个饭啥的 就这样子我就 有点喜欢上到的 然后跟他处的对象 好 处了多久了 姑娘 我俩处了一年半 一年半 对 小片里说你快疯了啊 对呀 因为他平时管得我特别严 限制我的自由 什么事都得跟他讲 就是然后还靠我的意思 然后因为一点小事 就不分场合 就跟我大声喊 而且特别小心眼 不成熟 特别不靠谱 这个人 咱们是先说不靠谱 还是先说小心眼 还是说管你啊 他们一口气 说了这么多贴调 就是我俩刚在一起 一个多月的时候嘛 那个时候我俩刚发了工资 然后他说去存钱 我说那你也帮我 把钱存一下 然后正好当时我比较忙嘛 然后那个 我说你存完之后 然后回来给我转断 然后他说行 后来他存完之后 我说你把钱给我转过来吧 他跟我说他要借 我说这个钱吧 我一个礼拜之后要用 特别着急 你当时你必须得还给我 我才能借给你 然后他也答应我了 但是过了一周之后 他不这样说了 他说那个 他把他钱借给朋友了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靠谱啊 那个这件事是这样的 那个就是发工资 前两天前 我朋友给我打电话 跟我借钱 当时我手里没有钱 我说等过两天 开工资 我再借你 当时那个发工资 那天呢 我去存钱去了 我朋友还给我打电话 非吹我用这个钱 当时我就给他转过了 转完以后呢 我就回店就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钱 你先借我 当时他说这个钱 下转着急用 你下转就给还我 我说行 我就给我朋友打电话 我就说 你这钱下转你得还我 因为我都让他找一用 过了几天以后呢 我再来他打电话 他不接电话了 电话就不接了 那我行 我是不是被坑了 晚上我就挺闹心的 晚上接我 就跟他说了死话 他还不相信我说的话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我催你还我钱 你才跟我说 借给你朋友了 后来这钱还了吗 后来还我了 当时我是着急用嘛 因为我要跟我妈 就是看病 我也需要钱 当时我只是让他 帮我存一下钱 结果我这个钱 就已经没了 我知道谁惹谁了呀 姑娘 我不也是被我朋友 给我坑的吗 现在我也没有招出来 要说姑娘 也认识一个人没多久 你就把钱 让别人存这事 你也有责任 以后长点心吧 你告诉我 这钱还没还 这个钱最后是还了 但是后来他那个 把那个转任记录 他也给删了 他说借给他朋友 谁相信呢 他要是心里没鬼 为什么把转任记录也删了呀 这事就特别可疑呀 不是那个 那我习惯硬你 删转任记录 更爱好啊 那找去了 但是我觉得 你要心里没有鬼 没有骗我 你不可能要删你知道吗